字幕组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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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来看第四题 若有向角θ中边上一点p的座标为s-5-2 且tangθ等也更好2 是求s 于塞θ 要听问s呢 那么p点的座标是s-5-2 tangθ呢给我们这个值是更好2 那么因此呢我们根据tangθ的定义 也就是呢s分之呢y的座标 所以tangθ的题目给我们是更好2 那么因此就会等于呢s的座标是s 那么它的y座标呢是-5-2 那么因此呢在这个等式里面 更好2呢我们同时可以把它约去 所以呢s我们把它乘过来 意思也就是说呢我们得到s的值呢就等于-5 那么因此呢p点的座标原来告诉我们呢是s-5-2 我们计算球的那么p点的座标呢s是-5 那么y的分量呢是-5-2 所以s是-5 y是-2 因此呢p点那么就会是在呢第三向线 到起始边到呢中边这个角度 到呢中边这个角度那么就是s-3 所以呢我们在第三向线角这边就来做一个直角三角形 意思也就是说呢这边长就是s啊 所以第三向线的s呢是-5 那么它的y是呢-5-2 所以呢根据毕达格拉斯定理 我们就知道呢o点到这个点叫做p点 所以op的线段长度 那么就等于呢根号-5的平方 那么再加上呢-5-2整个的平方 意思也就是说呢等于根号-5的平方得到呢是25 再加上呢-5-2的平方我们得到呢是50 啊所以呢我们得到是根号75 根号75的意思那么就是呢5-3 所以斜边呢5-3的长度 那么因此呢题目要来求s-3 所以呢所谓的s-3 意思也就是说呢斜边分子呢对边 所以斜边呢是5-3 那么对边呢是-5-2 所以呢5约去之后我们得到呢是根号3 分子呢更好2 我们来优理化之后呢得到是3分子 啊-6 所以呢题目要来求s值 我们计算求的呢s值 那等于呢-5 要来求呢s-3的值 所以呢我们求的s-3 有理化之后呢得到是 -3分子更好6 这个就是我们的答案 -5 -5 -6 -6 -6 -7